苏小龙捐赢五两 我捐文银一千两 百姓正在募捐修桥 正为相差的一千块发愁事 福威济困的济公挤入人群 高喊我和尚捐资一千块 众人以为疯和尚是在开玩笑 济公却说自己有的是钱 一千块钱一分都不会少的 有人追问钱在何处 济公又让鲜来一壶酒润润嗓子再说 众人都说和尚是来骗吃骗喝的 李正确说也是一片好心 就全当与大家闹着玩了 叫人给济公提了一壶酒 然后接着讨论起了募捐事宜 济公喝了酒热了嗓子 让把自己要捐的一千块给写上 那还有假 济公吆喝了几个不识字的壮汉帮把手 从一边搬来四块大石头 每块石头上写上字 再让壮汉将石头雷起来 然后叮嘱李正找人看着石头 如果有人看石头上面的字 只管让他看好了 若是想看第二块上面的字 就要扫码支付一百块 如果想看第三块上面的字 那就要支付三百块 要是想看最下面的字 必须得支付六百块 众人听了计疑惑又惊诧 李正还是全当和尚闹着玩 但念一片好心也就答应了 众人见状议论纷纷 吴不认为是个疯和尚 济公却是悠闲自在到梁棚午睡去了 到了下午时分 一名千里寻母的女子来到此处 看到石头上的字顿时激动不已 生不信赵 本姓黄 就是我 张迪 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要看就得扫码支付一百块 才能给一开上面的大石头 女子即让随从赶快给扫码支付 看石头的听到一声道账喊来李正 然后叫来壮汉搬去上面的石头 要看第三块石头三百块 随从就给扫了三百块 等壮汉搬去第二块石头一看 女子是更加的激动 新娘千里来张主 言外言外 女子急问此处的地名 李正回复这里正是张主阵 女子这时激动不已 一阵仰天作意 感谢菩萨的指引大恩 接着让随从把钱全都拿出来 可随从一看已经没钱了 女子只好拿出自己手势 最低也能折合四百块 求李正把第三块石头给移开 李正念气一片小心 就让壮汉把石头给搬开 银子不够不能搬 不然自己的一千块可就食言了 这是一名男子挤进人群 给季公深深鞠了个躬 心想曾与季公有过一面之缘 就请季公给个面子 给女子免了这两百块 季公犹豫了一下提出要求 要男子猜一道谜题 要是猜对了就好说 要是猜不对就分文不能少 听师父说来我猜 世上何物最硬呢 世上何物最硬呢 铁最硬 不对不对不对 铁经火炼之后会融化 怎能算是最硬呢 男子问季公究竟是何物 季公只说男子的胡须最硬 意思是说男子脸皮厚 男子却愣是没明白是何意 胡须怎能延印师父笑话了 你想想 城墙般后的脸皮都让他转了出来 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男子受教之后好生尴尬 一想包袱里正好有两百块 帮女子垫付也算是帮百姓造桥了 能在功德碑上留名也是一件性事 可激公对男子一番夸赞后 又送给男子一句话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哪 男子听了好声残跪 默默不语低下了头 几宫看造桥相差的一千块一凑鸡 扇着蒲扇就离开了 众人合力搬开第三块石头 第四块上面写着 遇见亲娘到法王 女子急问这里可有法王这个地方 众人纷纷表示没有听说过 女子连看三块石头 明明是在指引自己寻找生母 奇怪怎会没人知道呢 李正说是那和尚写的字 可惜已经离开了 女子讲述自己名叫赵惠娘 但是原本不行赵 八岁那年金兵男亲 致使自己家破府王 只和母亲幸免遇难 可只能靠着讨饭牵抢度日 最后实在活不下去了 才被母亲送给开茶庄的赵家为女 第一块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皇 说的就是我自己 幼时就叫黄莲 众人听了不禁感叹女子命苦 又问第二块石头上写着 夜夜梦中见亲娘是何意 女子解释现在的家境倒很好 养父养母对自己也是视为己出 可十几年来始终忘不了生母 常常梦见生母的容貌 女子说着第三块石头 写着千里寻母来庄主 庄主正是你们这个地方 可你们却没人知道法王在何处 这可上哪去找呢 这是男子自称听说过 河对面的石里外有个法王寺 会不会说的就是此处呢 李正说着法王寺早已毁计 后来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 男子一想十有八九在庵里 女子急不可待就要去找娘 临走感谢男子的资助 还说日后一定会报恩的 男子看他要渡贺不大放心 就要陪同前往 等他们一起来到明月庵 却见计公早已到此 再一看主事的事态 女子瞬间泪入雨下 娘 女儿千里来此故意 以后才也不和娘分开了 济公看出女子沉缘未尽 更与男子有着婚姻之缘 劝女子不要出家为你 接着送给二人各一件宝物 声称日后一定能够用得着 那货人吃了马上死 死人吃了马上活